做麥蝦麵要鮮兒高湯 臀骨和雞殼要先焯好水 放入沸水中 吻水燉煮兩小時 直至湯色泛白 麥粉中加入雞蛋、鹽 再分次加水 不斷地順時分攪拌 到可流動的狀態就可以了 加少量的水 隔絕空氣 近視30分鐘 炒麥蝦配料一定要用豬油 這樣吃起來更香 豬油燒到五六成熟 先下白蘿蔔絲、香菇、香腸 炒香 夏天可以用蒲瓜絲代替白蘿蔔絲 白蘿蔔絲炒至變色時 加入料酒 翻炒 再倒入高湯煮開 加入哈利 接著下麥蝦 接著下麥蝦 一手拖著粉薑碗 微微切刀 將粉薑順著碗口 一刀一刀地刮下鍋 要不時地斷動鍋底 防止粘底 然後下白蝦 大蒜葉 煮到白蝦變色 麥蝦浮起來 起鍋前 加一點點鹽 就OK了 一碗好吃的麥蝦 配料大方 麥蝦條條分明 潤滑Q彈 吸飽了鮮美的湯汁 這碗麵是我從小到大 對著麥蝦